這個如果委員跟主席這邊統一的話 其實就是依照黃某次的 就是原則上就是下次做柔證 然後他的程序上就是原先那個廢紙 然後把新的那個範圍再跟大會報告的事物 是不是可以這樣 這個時間會在4年之後 確切的大 像是你範圍 你是納入了嗎 納入你就討論 納入你就念一遍 好 我們這邊遇你了公告的事項 提醒委員這邊做審議 那變更補給機器所定做補給派為之 面積至於D號 前81年8月14日公告古基署 定佐土地之D號及面積 中正區城中段一小段32D號等級土地 變更為古基本體為台北郵局本體及車計 介號為中正區城中段一小段603建號 面積為6954.65平方公尺 本面積為包括歷史城增建及車計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中正區城中段小段32D號等兩米土地 面積為3655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時側數據為主 同仁請稍等一下 剛剛沒有聽懂 黃老師的意思是說你這次我們廢紙 然後你下次再把那個旅遊公告 新的旅遊公告好不好 所以那個陳選 大概給老師參看 如果旅遊上面有需要修正 我們下次一定來公告 這次大概就是同意 大概做這樣的處理 我們先廢紙 然後下次公告 好 各位同意嗎 可以吧 我們進入下一項 謝謝 我們現在是暗遊大紅區南京西路239下1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供文化資產審查案 提供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8條 古地執定及廢紙審查案法 遺實建築經驗建築登入廢紙審查及補助案法 辦理情形 一 本案建築位於大紅區南京西路239下14號 座落於大紅區笛畫段三小段450D號等1比D號 建號為同小段606建號 所有全人蔡黃銀毀波蔡青木魚 106年4月18日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保存 未確認該建築是否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規定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二 本局於106年5月19日辦齡 南京西路239下14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張天權委員、蔡元良委員、張坤政委員 劉淑英委員及黃英明委員 會刊結論請依專案小組之現刊意見 五正期資料如產業歷史上的相關資料 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等 畢竟本局以文化資產保存法 自行細則第七至一條辦理後續 將會者續送本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請委員參考紙本復健 然後這個是地形地極圖的部分 然後南框就是本建物的位置 然後這是現況照片 那這個建物它其實是五層樓 但是就是它的四樓跟五樓是往內縮 所以在街道上看的話 它只會看到第三樓的部分 然後另外就是屋內樓梯是魔獅子的工法 然後就是屋內的紅塊是天花板的 頭型造成吊燈跟天燈造型的塊木榜門 然後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位置是大洪區南京西路239向14號 土地號及建號 梨化段三小段450地號 建號為童小段606建號 面積是239.08平方公尺 創建年期民國40年代 那土地及建物皆為屬於4有 使用分區是特定專用區2 特定商用是商業使用 然後目前狀況是限制 那所有全人及管理人有積極保存意願 那價值分錢部分呢 本局5月19日辦理文化資產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文資委員記五名會刊 出席委員對本案建物多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未來的保存管理維護資評估 本案建物上代文資委員審議 是否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如今 如今審依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你有所有全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起所有全人進行說明 然後影響評估部分 所有全人具保存意願 登陸後對現況上有影響 那你辦部分 你請同意登陸大同區南京西路 239項14號建物為歷史建築 名稱南京西路 239項14號建物 總類當地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 南京西路 239項14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 至面積及其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 南京西路 239項14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 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建物為1950年代電屋 屋主於民國50年代遷入 並成立一樓尼龍有限公司及建茂尼龍有限公司 建物位於南六管街尾商圈範圍 建政六管街尾商圈部莊皆知發展歷史 建物為電鋪與住宅混合式建築 模式紙地平造型樓梯及天花板均保留人貌 且當年木舟之納納及窗塞亦保留完整 尾 唯可見證之歷史元素 未來修復一可再利用 三 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三項一定基準 二 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一 會審議 或許指揮 記者 先請那個當天混開老師 是那個詹老師應該主持者 不好意思 先進去有報告 南京的楊麥坤14號 我們已經看了很像的 就是當時在六百街的 六百街尾的上圈的一部分 所以外貌的也好 但是就是地牢 那個磁磚都那麼剝露 現場會怕那個 倒極的那個 因為那個項目很小 所以人不夠的行人 不夠的行人 所以我們也在現場 他們要 要把這個 教後的士官 那些維新部 一定要來清理 然後另外來做一些 那因為建築物本身也是 很魅力的 很慎重的 不過 基本上我們是覺得 他的這個項目 規復的 規復的 513萬元 要不要這樣 另外 現場也沒有危險 也公共危險 那些事項 等等 對產障 可以盡快地來修理 這個案子 我們大概有做這樣的一切 其他一個維新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委訓董事項 一家人就歡迎見 剛剛那個 所有權人 有沒有要 因為所有權人 有到現場 那我們已經確認給 基石建築的維新身分 還有補充 還有補充 蔡新生 審議25 西立英區商業大樓新建工程序新武台文化主觀寶城及管理人則報告 謝謝 接下來是誰要就新AC商業大樓新建工程 行武台文化主觀寶城及管理人則報告書審查 那我說明一下就是說這個案子是因為就是在市府東南方那個新約區的基地 那因為它基地裡面有我們連線公告的新聞台 那這次這個案子是那個就是將來的開發單位他提了一個文化警官保存警官員的報告書 來送到文治會審查 那法令預知依照文治法第62條 然後還有文治審議會組織基地做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次款 登文化部105年11月15號的一個含稅來辦 那這個案子是就台北市在104年8月3號有公告一個文化警官叫新舞台 那公告的當時公告的內容我說明一下就是第一個它名稱是新舞台 那位置的範圍是在台北市新一區新一段是小段18D要範圍內的室內表演空間 那也就是今天提到這個新一A7的基地 那登陸理由及法令依據就是第一個是 位於台北市新一區新舞台為日據時代孤顯而容成立太遠路台灣新舞台的歷史延續 在現新舞台基地中重建表演空間 並由吳政府親體新舞台點兒以為紀念 具台灣歷史記憶價值 那第二次新舞台曾經為眾多重要表演藝術團體發援的表演場地 那例如象森瓦瑟、如果兒童劇團等等 是重要具紀念性之特殊表演地點 那見證台灣表演藝術發展歷史 三、新舞台為台灣重開表演藝術創新平台 如林環明老師擔任總監的新舞風系列 以及李寶春擔任藝術總監王如當代傳統戲劇演出者所展現的新傳統系列等等 維繫台灣表演藝術界的創意能量 事實符合文化景觀登陸集配的懲罰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款式登陸精準 那因為這個新舞台照文資法 他其實還要審議一個文化景觀保守觀的原則 所以這個文化景觀保守觀的原則 在104點7月29號 臺北市文化政院審議委會的71次會議 有通過一個保守觀的原則 那大概就有四點 第一個是歷史元素 保存新舞台名稱延續及保留乎政府所提新舞台之招牌 第二地景元素建築與景觀設計應呼應新舞台 一吻展演空間之歷史脈絡 第三是場所精神元素 為彰顯過去成為重要表演藝術團體發源之歷史記憶 應設計適當之展示空間 那四就是前述各項元素應該要把什麼都計畫 記憶體健康保護 並輔導所有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備 那我說明一下就是今天我們審議的這個報告書 就是針對主要是針對這四點的保守觀的原則 那那個開發檔案提出了一個他們的做法的一個報告 那第三就是另外還有一個是就是說 這個案子的原來建物跟所有土地是中國信託的 那因為他們後來在104年間產權有做過移轉 所以他們在產權移轉期之前大概在104年的10月1號 就是中國信託有提供了一個文件 一個承諾書 那那個承諾書是說 就是中國信託跟後來就是買方 就是現在的所有權人 就是包括一屬文件群島商指樂開發公司 跟碩核開發有限公司 簽署了一個承諾書 那承諾書的內容大概就是說 他這個承諾書是給都發局 然後也給文化局 那大概就是裡面大概講到說 將來的買方 他承諾說 未來在這個基地上面 他還是會 新建物還是裡面會比較 新舞台的空間規模 其實是一個設備條件 那規劃設計 新建完成的一文三文空間 不停運 那我說明一下就是說 其實這個表演空間的 設計這個表演空間裡面其實是他後來是因為這個承諾書 所以他們今天在新的建物裡面也提案設計了一個表演空間 那另外就是說 文化部在105年的11月15號 也有一個函式 他就是有跟我們說明 就是說 在文化警官範圍內 如果有 中樓土地裡面 如果有遇到建物拆除或新建的時候 那 有沒有違反文化警官保存機關於這個事情 他建議說 這種個案還是要 就是這種案件還是要送到審議或去審議確認 所以 所有開發股會委員工 引線公司 就是現在這個基地的所有權人 跟開發單位 他就是 接過我們在106年10月30號的提醒之後 就是他們在106年11月16號 就是送了一個 新舞台文化警官保存機關於原則的報告書 由文化局審議 所以 文化局這邊在106年12月7號有先找了幾個委員 來審這一個報告書 那 那一天 參選檢查委員 我記得應該是薛 薛琦薛委員 然後 那個 蔡元良 蔡委員 還有詹天權 張委員 跟張坤正 那一天的結論大致上是兩點 第一個是說 本大新A7商業大樓新建工程的 新舞台文化警官保存機關於原則的報告書 那今本次專案小組 本次就是12月7號那一次 審查結果製約者同意 但有關出席委員有建議 包括說 舞台設計需要能夠滿足戲劇 跟傳統戲劇的表演需求 跟補充台灣新舞台 還有新舞台相關歷史資料料 叫採救的等事項 請深社會單位距離回應跟錯名 那第二點是請深社會單位參作委員意見 那儘速完成本案報告書 是修正補充並提交本局 拿幣本局去送文字會審議 那 所以說爾卡巴公司 他依照1062月7號這個專案審查的結論 那就是提了報告書 那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送到委員會審查 就是他們修正後的報告書 那接下來 那個 說爾卡巴跟他建復師有做一個選報 那 是不是就請他們說明一下 這雙語下就是原來新舞台的原來 他現在已經先拆除建委本行建 所以他現在狀況基本上是空地 那上面有一些 目前的上面有一些攤家 好 我是三大經理師事務所王民華建築師 有請代表開發團隊 在12月7號 去年12月7號完成的小組審查會議之後 我們所做的一些修正跟全案的概要 讓你們做了各種了解 首先我先針對我們上次的整個審查的意見 我想先舉個大概的說明一下 我們是有一層表格 但是我想是蠻小的 我先把它 我們有重點把它讓大家整理一下 一層部分是有關於剛剛提到說 配合傳統戲劇的表演的形式 那我們希望說委員會希望我們是整個 不要只是一個多功能的劇場表演的空間 整個真的傳統戲劇有個鏡方式設計 它其實因為我們配合的 聖學問和這個演藝空間的專家 Aerob他們給我們的設計 它是一個也可以做進方式 也可以做多功能的 使用這樣的一種設定的表演的模式 所以我們在空間上面 可以看到不同的方式的展現出來 有時候它是一個進方式的 它就不如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第二部分是有關於工藝性跟開放性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在工藝性部分 在整個演藝廳的前進部分 我們有放了食物展驗 然後牆壁的展驗跟多媒體展現的空間 那我們在牆壁上面 有多種完整的牆壁跟展示區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完成留設 因為我們希望在建築物的外廠上面 剛好在五六七樓 就是新舞台以後要呈現這個地板 這個樓層處五六七樓 我們希望變成是一個大的電子螢幕 它可以從外面就可以看到裡頭的 整個展演的這種資訊 就給它在外廠上面來做一個展現 所以真的不想說這樣可以開放性等等 對建築物的這種異形的文藝可以進行建築來 那第三個就是針對委員提出說 要做完整的這樣的報告 我們現在我們也接近 正在跟多調查的這些單位 正在相談這個系 怎麼樣來做調查 跟調查內容的一些什麼 我們現在正在的接觸當中 那我們校船的這個體能 耗時會有一點時間 我們到時候會在整個完成之後 那也是在我們建築物 目前是在興建或什麼裡面配合 這樣不管作業 但是在完成之後 我們一些開幕之後 就可以有這樣完成的一個展示 有報告書 但是也有展示在新舞台的一些部分 那委員也有提到說 針對之前的整個入口 從一樓進來之後 新舞台是從一樓進來 然後從地府一到二樓三樓上上 那現在我們到這五六七樓 在這個整個洞見上面 是不是會很順暢 現在我們從一樓進來看來 就是在這個主要路的大路上面下車之後 它可以從這兩邊直接進來之後 搭電梯直接上到五六七樓 或者是它如果是在這個沖縮路上面 坐電浮梯的話 可以從這裡一二三到三之後 然後再轉四樓就可以直接到達五樓的主要路程 會有電浮梯 那電浮梯的容量它總是 輸送量也比較大一點 或者是有自裁完整的電梯 來配合隨時到五六七樓 兩樓或者是直接到輸送線上面 才對它的空間的行為分開 第一組織的部分就是針對 會不會整個因為比較非重 像是其他跳電 所以這對沖縫市局 會後台的空間不處 那是當我們在五樓跟六樓的空間 都會有彈留著完整的空間 然後還有設備來設備 因為我們一般也有一個人 希望說 這個玻璃如果有時候可以把布幕拿開來 可以看到怎麼外面 新規劃的景色 也是一種不同的全新的設計師 那當然如果是這個傳統的 情況是演出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完整的設計師 它從這舞台到後面的Service空間 它有這個舞台的空間 可以看到我們照顧它比例 現在是三點區八比一 全大比三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說 可以有時候是一般的音樂表演 或是一般的戲劇的表演 或者是鏡光式的表演 兩種不同的形式 那它的動線跟它的內藥 就會不太一樣 謝謝大家 另外就是如果說 希望以後有多一點點的表演 或是它有多種的使用 不一定只是在傳統戲劇中 有沒有可能有前三星 因為早期新舞台在成立的時候 它就是在當時 這一個滿前衛的一個表演形式 在當時就出現 那希望說我們現在如果重新 受到另外一個全新的新舞台之後 它不只是傳統戲劇 它也有可能是音樂 或者是其他戲劇的表演 都可以在這裡呈現 我們都會有些 可以有是鏡光式的感覺 這種空間的感覺 或者是當部門 還有一種很全然 看到外面的景色 不一樣的一種空間的感受 那上次有一個叫做 對於周遭樂環境 松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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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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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包包複雜地區 就把它做了一些改進 那針對展示空間的需求 我們就把它放大 然後把它完整的牆面 做得比較精確 把它畫出來 變成我們空間的需要 然後食物改適區域 在我們進出的 入口的前進的部分 都把它畫出來 因為有些我有一個 沒有參加上市的 整個我們所做的小組 會議追尾還是很快 正在剛剛 陳曼安尾也講一下 整個基地位置 剛好就是 整個基地位置 是在新極化全力氣的基地 也是政府的基地 那我們也配合了 一來一件事 GPB 然後跟聖水服務 其實希望把它打造成一個 除了地域之外 另外一個還蠻清楚簡單 那就是希望它整個的 它不只是有前瞻性 它整個建築物 它除了高樓之外 它整個後面另外一個 比較簡單的量度 感覺上它覺得 新木材就在另外這一種 新做的部分才能夠 我們都高興 我們到達到280 我們在5樓、6樓、7樓 就是我們在網站上面 5樓、6樓、7樓 就是我們新木臺的主要位置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也有 我想媒體上面 都已經有講 是HIGHER跟MANDAS 跟國際的旅館 在這邊的主要 就是這個 黨是HISMAN 國際新聞 就是所建設的 那我想新木臺的概述這部分 我們剛剛講師班大會也講 蠻多的同路導師 但是也是劇場的 然後到最後 因為這整個 現在在平安西路 在遠處的這些 或者現在已經都不存在 但是再 下一張 到1997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 有多數個都不在手 之後 新木材再重新 在這裡再重現出來 關於協業過程之前 因為剛剛 只半個月提到 就是有一次 先列了一些 警官的保存跟管理委屈的原則 後來又做了一些調整 跟物理在那裡 後來這個市府跟中國新土會達成的協議 就是在原規模 原席次跟原設計 設備條件的這種 導流的這樣的情況底下 希望在設計的建築物的這個新木臺 也能夠保持這樣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而達成這樣的一個共識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上次在指望出場的時候 針對的就是 歷史元素的保存 怎樣都呈現出來 在新建築物的 歷史元素 長所精神元素 跟如何做保存 跟這個維護的計畫 我們在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作用 主向來做說明 那全面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就是 在松獸路、松獅路這部分 有這樣的路口 跟這樣的 在這邊兩邊的主要路口 那這邊面對是公園 那這邊有個服務性的道路 那大家可以算 主要道路是這兩邊 那服務性的道路就在這兩邊 那我們希望說人下車 你剛剛就很清楚 有一個完整的洞線 也可以站進來 或者是有一個 松獸路在這邊 就是單獨的洞線 做電腦的行車可以直上 所以它跟其他的上電空間 就不會有一些 那種incarochic的部分 在它 但是更清楚 一樓、二樓、一樓 然後到二樓上來 就算出電子力 上到五樓 或者是從電腦 第一到二 二到三 再上去 三到四 就換成這樣 從這邊過來 總配成這個電腦 上到五樓 一到三 四 六、七 就可以用這個電腦來上下 下一樓 那 劇場的整個 到五樓是主要的入口層 那到五、六、七 這一層開始 然後它可以直接進來 多到六、二到七 那 在這部分 我們就有些 它在前面的部分 在這裡 多大量的疏散子 才進到到五樓 主要在一樓中間 下一樓 那這是它夾成的部分 那在席次上面 在面積上面的跟席次 我們這裡 原來是935席 現在我們自己的量是950席 那包括面積的部分 我們之前是1124 我們現在是1142 然後公司 原來的都很大 那它的設備的部分 其實是新約一 但到原來的設備條件 所以我們現在找L 來做的廠商 會比較新的一個設備 但是能夠補充新的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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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一段 針對後台空間 我們把它做完整的標示 讓它知道 改造 設備空間 如果是做新方式的時候 它有完整的霧幕的感覺 讓它可以跟後台有完整的形式 改造 那這是 部位 有些可以做成的情況 是從它的表演形式的同性 那針對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地形元素 他們的精神元素 這部分我們就做了一些回應 歷史元素 然後地形元素 那時候的精神元素 那我們希望所把新舞台 這樣的一個原來的制度 標這個字眼 因為還有Copyline 我們也跟中國新作單位 在他們的接下 他們就是 原則 我們應該是還有 或者是還有 書面上的資料 我們希望把這個字眼 在我們整個基礎上面 都能夠展現出來 另外就是我們在 在地形元素上面 我們想說 讓整個的聊一點空間 它變成 聊言者跟觀眾的距離 可以拉得近一點 比如傳統的說 常常的 那個人 聊言者跟觀眾的距離 會拉得比較遠 但是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這種比較是包貝性的 這樣的感覺 可以讓這個人 跟這種 聊言者的部分 可以做一些比較密切的一種互動 然後 下一張 另外就是希望可以把我們 我們這個 後面這個幕僅部分 有時候是幕僅的時候 是大變多的部分 可以做很不同的一種種事 來看 參考性 那這些有些事情比較 比較是屬於無形的 這樣的一個 座位型 或他們的空間感覺 會比較有學習的一種 來看 那這張就是在想想 我們在五六七樓 搶出大型的 這樣子一個電子的顯示 它基本上在外面看不出來 白天如果沒有開這些東西 都看起來就像一般的紋路牆 但是 他如果要想要 採電出以後的 藝尾表演信息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這個照顧上面 阿爾局這邊他們有規定 然後我們會幫各場的一個 強度的情況下 來做這樣子的一種 呈現 然後在聊天上 這個科技感會比較高 我們接下來看看 這個 好 那針對這個 好 長手形成的元素 會有關於展示空間 所有的 就有的 不管是 我們剛剛提到說 會找的 大家其實來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但是有些不會誤辱我們 但是不管在牆面上面 或是在實力展示 我們都會做出來 像一般 好 實力展示 或在牆面上面 還有我們 這個 我們的展現 的部分他們也提供 其實整個的 歷史建築的 歷史的各種 展示 可以比較多樣性 也可以用 互動性的 這種電子的設備 來說 可以展示 比較廣播 那另外我們 這整個管理委託 希望 因為這個整個新的大樓 我們希望 它可以有一個完整的 中央集中式的這種 管理的位置 來配合 各種 連接到各種的 空間場域 來做其中的管理 就這樣 對整個建築 不管是 單眼空間或是 單眼空間 分別很好 這種管理 好 那我們就希望從我們 除了達到 意識元素地形成 正常做新的元素之外 我們也希望從整個建築 不是只是把原樣 再恢復回來 而是它能夠有 新的一種信息在現 包括這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先請 有參與 大陸正安小圳會議的會議 大陸正安小圳會議 快要跟香港 去對 今天 還是要來個負責 去看 其他人 剛剛的報告 你說 他們在前面的負責 檢查 拜託 這個 就是 不過 不過我還是對待一個 稍微是一個方向的 屬性不上來 那 所以我覺得 諮詢意願的 是不是要真正 傳統比較明顯 還有 比如說 這個 我們想 我常常想說 做功能 結果 這個功能 出來拿到 一個功能 成功 所以我想 傳統 因為他是 一定 避免有法律的教學 這樣你們 把 提案 都可以做 結果 但是 傳統 教育 任何人 我想 對你們 應該 到事不可行 都可以做出 好 可能 其實我來 我想 文中 他的 人生 都可以 展望 所以 他對 今天 也要說 他也不要 他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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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想 把 我想 這個 本來 因為他是 原來 這個 通過 我們會 好 其次 我們希望 每一個 新的 出現 結果 傳統的 新的 傳統的 進行 我們 只要 傳統的 傳統的 進行 或者 傳統的 進行 進行 經理的 傳統 傳統的 傳統 傳統的 傳統 傳統 我們 王 來 紹 c 我看到 報告書第十二頁 有寫說 有扈在國家 塑造 都ドン 有 默ж 正是非常 重要 但我當 看到 寫說 還在寫 dist 不曉的是什麼原因 就是 國家 不願意提供 還是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這個招牌的話 我覺得那個spirit就不見了 想請教 想請問一下 對於那個新案舊案很多 對於舞台跟座位形式的空間比較 但是後台的使用空間沒有 那第二個我想知道 因為事實上戲劇有非常多 有很多的戶景造具 那運送的 是運送的空間 對 是走哪一個 我們的樓梯亮 電梯 對 的大小是設計在哪裡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請收合作為一些朋友給大家 好 針對 針對剛剛委員提到的 有關於傳統戲劇 我想我們會發了我們剛剛的意見說 多諮詢 不只是從國外的Arab他們的意見 也local的針對經濟或財產戲劇 他們表演者的需求 我們要跟他們在一起討論 包括這些調局 那有關於Service部分 其實在平面圖上面 其實我們這邊它有一個打電梯 然後配合後場來轉進來 當然我們也像說它從那轉過來之後到這邊 剛剛我們的一個鏡方式的整個舞台 它是從這邊一直延到這邊 它是一個點頭的 所以Service在這裡 所以在五樓 也在六樓 有些是比較Story 在五樓主要是 這樣空間上 可以來是打電梯子 它是誰可以把東西自己送出來 從這邊才送 那針對這個三個字 新舞台這部分 跟我們討論一下 關於新舞台的部分 我們也跟中興 原來的這個外方 他們有很多的溝通跟協調 那這個東西來講 基本上的確這個清晰到 新舞台本身是一個私有場區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也很 他們溝通很多 他們也非常善意的 是在目前在前程中 但是我們也有討論過 現在目前三一列印都有很多的方式 都會有很先進的基礎 所以只要他們在授權同意之下 我們可以用副科版三一列印的方式 這個方式 他們覺得說 初步覺得算蠻合心的 但是他們目前就不在 跟他們高層在協調 我想這個我們一定努力 很努力在積極在進行這種 謝謝 好 那麼其他委員 如果沒有 我們根據以上的討論 我們就是同意 通過新舞台的文化機關保存 及管理原則保守 那麼也請說 根據今天我有一個資料 都會去辦理的一句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請查理由 審議這一条 案有 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基地調查案 以此發掘地質專案計畫審查案提供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一條 考古移植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辦 判案情形一 本案西國際歷史博物館 為辦理使博物館修復再利用制規劃設計及建造作業 擬於原管體原下地下室 南設新增地下室公共服務空間及出入口 以舒緩原門廳空間不足的問題 應可老及地下廣場的堆積 顧為請成大考古學研究所劉一昌教授 辦理該基地遺址發掘地質專案兩處作業 以立評估後續開挖資格行進行範圍 二 國際歷史博物館於2006年9月29日來涵檢送 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基地調查遺址發掘申請書 請本局辦理審查 以立修復封程式進行 申請書請委員詳句附件11月2 三 本局於10月10月27日邀請 郝委員士強 趙委員金勇召開 歷史建築 國際歷史博物館基地遺址發掘審查會議 結論 本次審查修正後通過 請規劃單位 依據委員意見修正報告書後 宋文化局確認 四 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於10月11月15日 簡宋 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基地調查 遺址發掘申請書 修正版過局 請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 因本案會除植物館遺址潛在的範圍內 本局依據文字法第59條 准用第51條規定 續送本次文化證審議文會審議 檢戶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基地調查 遺址發掘申請書修正版 請回想要復健室頁5-28頁 此為國際歷史博物館地勤地基圖 此為國際歷史博物館地勤地基圖 此為國際歷史博物館的航照圖 此為本次歷史博物館新增地下入口及磚探的位置 在BH-2及BH-1部分 磚探口徑為10公分 磚探的深度為15公尺 BH-1磚探口徑10公分 磚探的深度30公尺 此為磚探位置及國際歷史博物館的航照圖 此為國際歷史博物館磚探位置的現況照片 鏡頭部分為照片的拍照方向 請委員相願 你辦一 你請同意通過歷史建築 國際歷史博物館修復其在利用基地案 遺史發掘歷史專案計畫 二 本案提醒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接下來請 謝謝高副館長今天帶領同學清除 總之有要做一些說明的研發 謝謝 主席 以及各位委員家家長安 歷史博物館其實直到今年已經建展62年了 地點非常好 真的是我們也舉辦過很多很多大家印象深刻的展覽 但是阿里空間這樣子不足 我們有剛好通過了修復計畫再利用 我們當然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能夠兼顧考古 觀察的考古 但是能夠擴展我們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委託劉一昌委員 他來教授來幫我們做一個有發生修復在利用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請他的專案來幫我們報告做補充 謝謝 各位委員不好意思 我要先跟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致歉 因為柳先生今天就是臨時有事 所以就是委派我們來就是跟大家說明 然後就是跟柳先生一起在這個計畫裡面 擔任就是專案主理的 一起裝 好 那我先說明這個 因為直播管辦理這個計畫其實規劃已經蠻久了 但是這個基地又就是景點這個萬大中文線的這個站地 所謂植物園站的站地 那根據就是我們的證據跟政府設計師在法會裡面 就是想略到就是因為景點站地的部分 它是在期間間範圍內 所以需要就是對這個區域進行就是定層專案的工作 然後符合法規它可能也需要通報就是檢驗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一個發覺就是 就是為了要符合規定 所以也要符合文資法規 所以希望在就是性情長舊發掘之前 來就是進行一下就是專案 就是知道這個地層裡面到底埋藏的深入是多少 下一頁之前 然後我們的簡報大概大概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們的發掘申請書 再來第二部分是發掘人專案計畫書 第三部分是獨立所有人 就是使用人的統計書 下一頁之前 這是我們的發掘人專案計畫書 這是我們的發掘人專案計畫書 這位委員載 就是手上應該已經有拿到 謝謝下一頁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依法規來編排這一次的就是簡報 那第一個是計畫組成就是劉翔先生 然後再來就是喬住現場的頭部人員就是我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這個專案計畫的發掘資料 所以這頁是基本資料 然後你這頁的移植之前就是已經做過了數次的發掘 那我們也在這個計畫書裡面有詳細的說明這個移植 在淡全跟新年級旁大概什麼樣的位置 下一頁謝謝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要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就是為了要買那種使物館 就是有新增的地下室空間的入口 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之前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地層專案 有意的這個已經好用了 再來期限就是原本 因為我們九月就已經是我們計畫書了 不過因為在各位委員在手上香腸腸計畫書 可能跟現在我們的PPT上面的期限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反而我們在這個大會沒有通過 我們也不敢貿然的就是進行工作 所以就是在這個PPT裡面 我們也做了一點點的期程的調整 那我們現在調整日程度 希望就是可以從今年的1月1號開始 到2月28號之前我們會完成 然後完成之後 我們會提送就是這個成果報告 在安大會選的那樣子 然後我們的經費來源 這個計畫經費來源是由石博館的這個 石博館的修復 以及在地又一地叫做計畫的經費 下一位 謝謝 然後這是我們的專態位置 這個專態位置其實是在石博館的建立 那就是規劃兩個專態孔 第一個孔就是BH之1的 然後它深度是30公尺 BH之2的深度是15公尺 下一頁謝謝 然後我們的專態方法就是用 就是畫面右邊的這種全專探 全取樣的這種專探方式來專探 然後這個專探的這個過程 我們全部都會用眼睛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取出的眼睛來判斷 然後磨化成蠻藏深度還有紀錄 然後也送把這些眼睛也送給就是 大家做的計師來 就是看到我們這個發掘跟工法上面的就是 就是斟酌看看能怎麼樣比較安全這樣子 下一頁謝謝 那這是連續發掘跟一年的 在這個移植上面的進行的狀況 那我們也不是 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們不是第一次升級 但是就整個移植的業務 就是從1999年開始 就已經有將近十次的發掘跟調查 下一頁謝謝 那我們在這裡面也有規劃 就是出土移務的保管文物侵化 那這也是根據文治法規定的來辦理 那我希望就是出土移務 就是最終的保管單位 甚至由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來定 指定保管單位在哪裡 那我們成大也會 就是如果文化局會將來 如果指定的成大 就是做最終保管單位的話 會依法規就是把鑽出來的遺物 就是放在法規 就是法規規定的 同文本市的殘域裡面 來進行保管 然後下一頁謝謝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研究所 就是最近幾年 就是五個比較大的計畫 還有數個比較小的計畫 一樣也是在目前的進行當中 好 下一頁謝謝 然後這是第三部分的 土地所有人跟使用人的統一書 好 那我們先報導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先前有請黃世祥跟趙委員 趙金勇老師來做審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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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現在才剛到 好 那我們要不要先進行討論 再審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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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有哪一位 委員先表示一件 好 請黃世祥跟黃老師 請黃老師 好 來 黃老師 謝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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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